会出矛盾 现在为什么夫妻不和呢 不懂得这条 父子之间也要送礼 父亲出门买一点小东西 回来给儿女赏赐 儿女出门再买一点小礼物 孝敬服 这重要啊 不能够疏忽 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做个公司老板 老板出门不忘记他的伙计 现在讲的不忘记他的员工 会给员工带点礼物 那员工要出差的话 他也不会忘记老板 他也不会忘记他的同事 你说你这个公司行号都红 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呢 所以佛教导我们这个 这不是小事 这是大事啊 这个事情舒服了 就演变成不好 演变成了矛盾对立 哪个才叫麻烦了 人与人之相处 佛菩萨教化众生 那至于古今中外的神仙叫众生 第一桩事情 肯定人心本善 在佛法里面讲 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这个意思多么圆满 肯定人人都是好人 人为什么变成不善了呢 不善是他没受过教育 没人叫他 所以人心本善了 我们从婴儿看起 这一次我们在此地 我们有一位同修 他有个小孩才四个月 每一天我们跟他见面 你一次细心就观察这个小孩 四个月 你看什么 看他的人心本善 你去观察他 就长大了变成不善 学坏了吗 你没好好地教他吗 他学坏了吗 要知道虽然是这么小 他张开眼睛 他在看 他在听 他就是在学习 二十四小时 不中不间断地学习 那么他看的是什么 他听的是什么 这关系就太大了 什么人能留意到呢 生贤人 就一道 中国古时候 虽然教育不普及 但是人人都懂得 消体中心 离异炼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